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达到院士评审标准的人非常多 最后院士的评选需要科研工作者 具有独立的完整的知识产权 总之对于图悠悠这种对现代医学贡献巨大的人 中科院表示也非常无奈 对于图悠悠得到了诺奖却无法成为院士 也是中科院比较尴尬的事 小伙伴们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